他的爷爷与父亲皆是军人 母亲还是蝉联两届的一员 可他却成了黑帮老大 他从16岁开始 就在同伴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众人心中的大哥 读大学时期 校外的古惑仔顾及他的存在 不敢来学校里闹事 学生一有麻烦就找他帮忙解决 他在帮派中 对马仔进行军事化管理 他堂口内的马仔 一个个被培养成精英战士 成了帮派中最强的战力 号称天下第一堂 后来他淡出江湖 转而从政 主张反对台独 民主统一 统一后犹台人治台的理念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爱国之心 他就是竹联邦的会押 柳茂川 地处重庆市中部 三峡库区复兴地带 位于长江乌江交汇之处 全区福原面积2942平方公里 辖27个乡镇街道 城市建城区面积达到76平方公里 长住人口111点 不过 柳茂川虽然是在榨菜之乡出生 但他的祖籍却是浙江台州 他的爷爷与父亲都是国军的军人 1949年 老蒋败退到台湾 柳茂川一家也跟着来到台湾的桃园市落脚 柳茂川的母亲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他不仅是那时候唯一的女性步兵上校 在几年后 还缠连了台北市第三四届的一员 有这样豪华的家庭背景 柳茂川自幼的生活就很是优渥 按常理他读书毕业后 只需要父母动用一下资源 足以让他一生圆满 可是在时代的环境下 却让他成了黑道大牢 那时候 本地人排挤外地人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这样 因此不少在学校里 饱受欺负的外来少年会抱团取暖 于是一个个帮会便成立了 柳茂川在学校里没少与本地少年抗争 他虽然是天生是读书人的性格 却有带点江湖气息 平日里不主动招惹别人 但只要有人欺负他 他就会握紧沙包大的拳头打回来 那时候的少年大多数都这样 一边在学校读书 一边还得寻找强有力的靠山 当然找不到的话便会继续受欺负 柳茂川有个在台北的堂哥 堂哥是个刺头 没少与孝然的帮派分子往来 柳茂川经常打车到台北 跟着堂哥混迹在这些校园帮派分子之间 算是开始接触了江湖 1956年 到了读初中的年纪 柳茂川来到台北上学 毕竟这儿有堂哥撑腰 虽然在学校里仍是经常与人打斗 但腰板子很是硬挺 也阴藏在台北的江湖沉浮 柳茂川认识了陈其里 不过陈其里此时还没有帮派背景 他虽智勇双全 却依然过着单打独斗的日子 柳茂川和陈其里不仅同为外来人口 又都来自四川重庆一带 还一起混迹在校园的江湖之中 因此俩人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随后斩鸡头烧黄纸 结为异姓兄弟 上高中后 16岁的柳茂川 在这些校园帮派分子之中 已经小有名气 他能说会道 很快就与四海帮 文山帮的成员们打成一片 因此他在学校里很有威望 很多学生都认他为老大 1958年 柳茂川加入文山帮 在圈内知名度这么高的柳茂川 加入小小的文山帮 使得文山帮意义生辉 没多久后 文山帮的老大就让他重组一个新文山帮 柳茂川在众人的簇拥下成了新老大 柳茂川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顿操作重组了文山帮 以此来彰显自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同年 陈其里参加了竹林联盟 败在周霸子周荣的门下 正式成为竹林帮的成员 成了老大后 柳茂川的学业也没有荒废 他考上淡江管理学院 在学院里继续叱咤风云 那时候 不少学生都是外来的住宿生 淡水镇本地的混混 总想着来找他们的麻烦 而柳茂川则发挥他少年老大的本领 出面跟着帮混混谈判 混混们见到是他 也只能卖他面子 起初说好事不能在校园里搞事 后来在柳茂川的威压之下 混混们在淡水镇也很少找外来学生的麻烦 以至于柳茂川被学校领导选为代联会主席 一选就是三年 就这样 只要帮派有事 柳茂川就坐火车回台北 没事他就继续读书深造 一边熟读春秋 一边混迹江湖 真是青春不留白 不过 同期在台北势力最强的帮派是四海帮 四海帮虽是外省挂帮派 但他扩张得极快 旗下分支就有五六个 他对本土帮派下手从没手软 灭掉一个个本土帮派后 就开始把矛头对准其他外省挂帮派 面对四海帮的强势 其他外省挂帮派起初只能是苦苦支撑 后来才有人意识到 帮派之间也可以和在校园里一样抱团取暖 为了促成反抗四海帮的大队 柳茂川于1961年加入竹联邦 随后四处游说 组织了文山帮 三张礼 北联邦 血盟 竹联邦等五个邦态抱团 组成了反四海联盟与四海帮正面对抗 结盟后 柳茂川在开会时 提出一案机名的策略来对付四海帮 这条策略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肯定 从柳茂川的一次次出手不难看出 他在当时拥有不小的号召力 众人都服他 在一个夜里 柳茂川跟几个马仔在吃饭 却遭到四海帮人马的突击 其中一个马仔还被砍成独臂刀王 对此 柳茂川愤恨不已 他发誓道 四海帮这个仇 我一定会要回来 从此就与四海帮开启一系列厮杀 不过 就在这个大联盟组成不久后 众人还没出力 四海帮就因为太过膨胀 当局就出手给了致命的一击 四海帮兵临解散 也在那时候 陈其里带着陈公等人趁虚而入 拿下四海帮的不少地盘 竹联邦在江湖上开始冒起 柳茂川武艺比不上大多数猛人 但却是至迹百出 因此陈其里就像个将帅 待人在台前决胜千里的时候 他更多时候则在幕后当个军师 运筹帷幄 竹联邦能发展得起来 离不开他们俩 江湖人把他们并称为南阴北险 这寓意大概是觉得俩人一个阴 一个险 1970年 竹联邦的势力在台湾江湖 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 骨子里是个读书人的柳茂川选择出国留学 开始淡出竹联邦的权力舞台 1973年 柳茂川因父亲去世回到台湾 开始从政 开始在另一个舞台上展露头角 1976年 在陈其里的邀约之下 柳茂川重新回到竹联邦 辅佐陈其里扩张竹联邦 吞并其他帮派的地盘 与此同时 他还提出多搞一些堂口 一方面充实帮派的组织架构 另一方面也便于管理 1978年 竹联邦已经是全台湾势力最大的帮派 在柳茂川的提议下 成立了战斗堂 简称战堂 战堂由徽压柳茂川 和白鸟吕戴豪一起掌管 他们引进军事化管理与训练 训练项目包括长跑 跆拳 柔道 自由搏击 射击 刀棍武术 把堂口的成员训练成职业杀手 也因为战堂的厉害 在当时与捍卫队的前身 竹联突击队并称竹联邦两大精锐部队 重新回到竹联邦的柳茂川 也没有放弃与当局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他在黑白两道里都有职位 并且这样双重身份的状态 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1980年 柳茂川在国民党里地位节节攀升 八年后 他在美国旧金山打出 反对台独 民主统一 统一后犹台人治台的口号 高调竞选国民党内副总统 尽管是没选赏 但是这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热议 两年后 柳茂川心灰意冷 但出了从政生涯 常年在海外旅游散心 2010年 柳茂川想起自己在政坛上的不如意 内心再次燃起熊熊烈火 70岁的他 成立了台湾我们的党这个合法政党 虽然也没办出什么事 但大小也算是个创始人 2020年 不甘计模的柳茂川撰写了 竹连 我的江湖 回忆这本书 书中都为他与陈其里在闯荡江湖时的不少往事 也曝光了很多著名事件不为人知的秘密 再次引起一番轩然大波 比如著名的江南案 案书中所写的便是他陪陈其里 一起规划如何做掉作家刘怡良的 并且事后陈其里的自白录音带 还是他让陈其里录制的 当然陈其里已经去世 真相如何 已经不得而知 不过 当媒体采访到血蒙的一个大佬时 那大佬对柳茂川却是嗤之以鼻 说当年陈其里到美国准备对刘怡良动手时 柳茂川夸下海口 说自己只要一通电话就能叫两万人来帮陈其里做事 可实际上柳茂川在这件事上的戏份很有限 那大佬还表示 从小我们就知道柳茂川可以把牛吹上天 竹联邦大佬白狼张安乐 在一次采访中也曾说过 柳茂川今天在竹联的地位 都是靠陈其里的光环 暗指柳茂川出版回忆录制为姑名钓鱼 具有黑道背景的作家董念台 也曾在专栏中炮轰柳茂川 他对柳茂川满是批评 说他是满嘴跑马 骗货等等 当然 媒体也曾采访过柳茂川 从柳茂川嘴里听到他年少时 在江湖中如此叱咤风云 不由问道 既是如你说的这样少年风光 何以往上都没有资料呢 柳茂川则笑咪咪地说 其里做事比较夸张一点 人也比较外在 我年 比较低调一点 比较收敛一点 呵呵 当然 无论柳茂川是不是喜欢造势的孤名钓鱼之辈 只要他有促进统一 反对台独的心 那也必须是给他一个肯定 好